校園裡面什麼吸食毒品是除罪化 錯!沒有這回事 家都絕對有罪 不會吸食無罪 所以不要再傳傳播這些錯誤的人 你拜託聽說要通過一個法案 就是吃毒品無罪的事情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嚴重 我們也希望立法會有足夠 有充分的力量和充分的立法委員的實施 來抵抗這些無罪 我要再次強調沒有什麼毒品除罪化的問題 在國民黨的時代就是馬總統的時代 20公克以下的這些三級的毒品 持有是無罪的 我們現在把20公克縮小為5公克 事實上這次毒品防治條例的修正是更加嚴格 沒有說什麼在毒品 毒品在校園是無罪的等等 什麼毒品在校園是除罪化 什麼鼓勵人家吸食毒品 沒有這回事 我們少年犯 還有第一次吸食毒品的這個人是在降低的 警警限調海關海巡 我們都非常認真的在記錄 包括各個角落 我們一定把這些毒蟲掃出來 校園裡面什麼吸食毒品是除罪化 錯 沒有這回事 家都絕對有罪 不會吸食無罪 所以不要再傳傳播這些錯誤的謠言 那再傳傳播這種錯誤的謠言 我想它自己要負相關的責任 對 對 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